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教育人生 我是高維秀 跟投資朋友報告 現階段的你將變成操作 絕對是一個扭曲的 絕對是扭曲的 你現階段要賣掉 沒有機會的股票 保有現金 保有操作的彈性 當大盤開始往下跌的當下 很多個股它是領先 大盤先跌 你反而是什麼 可以進場 開始偏多布局 扭曲的操作是大盤往下 個股要偏多往上操作 你要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消息心態 你要很了解 要很穩定 心理素質要很高 第二個部分 你現階段就要做好前次準備 前次作業 事實上很多個股 都跟投資朋友報告 從馬面那個狀態 包含3037 你已經是高地 在這個11月22日 有才電話連線的時候 告訴投資朋友 心心 籌碼面出現散亂 不宜去做嘴角 他是領先大盤 事實上他在高點 我在這邊跟投資朋友報告 他也跌下來 也破了這個平台 很多個股 他是領先大盤 是做什麼 回檔的 就是你必須面臨到 你現階段 你的股票 哪些股票 它是具有機會的 投資朋友 商業05我冒跌下來 從此之後它走空嗎 從此之後它走空嗎 對我們多 手中抱有現金的會員朋友來說 這一種股票 反而是我們在參考要偏多操作的股票之一 在籌碼面我認為它具有機會 短線拉回是多殺多 是閃戶沒有信心的 所以你必須去判別 像這種股票 它未來有沒有股價 創新高的籌碼的實力 而不是看一天漲跌 你就覺得一天漲覺得有信心 一天跌就覺得沒信心 不是這樣去做交易的 跟投資朋友有報告 包括今天電話連線我也講滑通 它是拉回可以去找買點 PCB不是每檔股票都可以這麼做 新興就不能做 新興就不能做敵截 包含什麼2367 要滑 大摩小摩同時對著 這個趨勢 手碼面都還不明確 這些都不能做敵截 唯一人今天有講的是什麼 滑通你可以做敵截 然後呢2323的中環 我在講結盤的時候在這個位置 11點40分左右在這邊講的 我因為中環的籌碼面 事實上還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 股價低於淨值 投資朋友 拉了一段 所以懂籌碼重不重要 懂籌碼重不重要 凡宣呢 就不要去追價了 今天我在有台電話連線的時候 我講的也是很清楚 所以投資朋友 現階段你要面臨的未來是操作的 扭曲操作的一個部分 先決條件你一定要跟我測票一樣 先賣出沒有機會的股票 然後找尋有機會的股票 低接做一個適當的一個介入 然後撞到大波段 這樣你才會有辦法 成為股市上交易的贏家 想要跟上腳步的投資朋友 你必須先了解這件事情 你的股票到底要留下來 還是要退場 如果你今天都做不到這件事情的話 把這個東西 這個動作 交給維序來替你做一個服務 讓維序幫你去做一個持股的調節 保有大量的現金 等拉回的時候 跌了30% 40% 甚至跌到5 跌了5成的時候 我們保有現金可以進場偏多操作 超跌一定有超額報酬 還是要做多 只是你要懂得先避開 沒有機會的股票 有錢去買有機會的股票 這才是你可以成為股市上的交易贏家 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分成原來的行情 你要不要把握住 現階段取決於你的動作 有沒有辦法執行 我剛剛說過 我剛剛說過 說到做到跟達到這三個要點 說到 說你一定聽得懂 因為我跟你解盤知道方向 但是至於你要不要去做持股調節 那就是你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連 持股調節動作都沒辦法去做的話 不然你就加入維序老師的車隊 讓我幫你做一個持股調節 達到什麼 達到下一次引以為榮的戰役 是跟你有關係的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身體性看獲利愉快 我們明天見 本層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就知道我們 開始了 到下一個集中 似乎如此 一集中 從二十三集中 你不可觀察